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收到很多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一个贴文 霸凌我的同学们救了我弟弟 我在高中时期,被当时霸凌我的同学 当作是专门跑腿买面包的人 因为他们在这一区比较有名 就算知道自己是被欺负 我也一直安慰自己 我只是帮朋友买面包而已 朋友之间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也常常说 不都是朋友吗?帮我买一下吧 不过当时我也常常被当作是施展拳击技术的对象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话,我真的是傻逼 总之,本来以为到了高中二年级 大家就会被分配到不同的班级 但是发生了可笑的事情 那些霸凌我的同学们又被安排到同一班了 我猜是因为学校觉得他们总是惹事 为了方便管教就把他们都排在一起 而最让我无语的是 我竟然也被分配到了他们所在的班级 在看到排班表后,真的没有夸张 回家后直接哭出来了 但哭了几天之后,我也接受了现实 既然都已经这样了,就再多当一年的面包跑腿吧 然后再上高二的某一天 我发现回到家后的弟弟肩膀上有很大的一个伤口 校服也都被扯坏了 弟弟虽然说是踢足球的时候受伤的 但是以我五年来面包跑腿的经验告诉我 啊,这是被人打了 当时我们家条件很差 校服那么贵,家里也换不起 而且一想到,如果妈妈知道 家里两个孩子都在学校被欺负的话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身为哥哥应该保护弟弟才对 虽然后来还是被妈妈怀疑 弟弟是不是在学校被欺负 但是我安慰妈妈 不用担心没有那种事情 所以我把弟弟拉到我房间后问他 是谁打的你 你被打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不用对哥哥撒谎 说实话就好 但这小子始终都不承认被打的事情 后来我也问累了 也为了留好明天要搬运面包的体力 就早早上了床 正要睡觉时 隐隐听到了抽气的声音 打开灯一看 弟弟在一旁哭着 看到弟弟在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哭了起来 都说出来吧 哥哥会帮你解决的 弟弟说道 从开学以来就有一帮学生欺负我 那些人个头也大 还跟其他班级的混混一起玩 天天被他们欺负 让我靠墙站着后 当沙带打我 但是弟弟说 自己不是面包跑腿 因为自己的学校没有小卖店 听完弟弟的话后 我一直在想该怎么办 但是一想到我也无能为力 就感觉到很悲惨 虽然跟弟弟很自信的说了 哥哥都会处理 但我不也是当跑腿的吗 就我这样的又能做什么呢 我个子又晚又不擅长打架 就算知道他们比我小四岁 但我还是没有信心打赢他们 最后哄弟弟睡着后 自己回屋想了想 想了想也睡不着 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无力的哭了一夜 第二天我照常去了学校 混混们又叫了我 喂 去买面包 正当要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嗯 我想到了绝妙的方法 我居然忘记了我服务的这些人 是这一代最厉害的混混 所以我就把我身上所有的钱 花到了给他们买面包的事情上后 就想要鼓起勇气说一下 弟弟的事情 但是一想到昨天弟弟哭得那么伤心 还没开始说话 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惊慌的他们就问 你怎么哭了 我趁这个机会把弟弟的事情说了出来 当然也添油加醋了很多 然后我也开始吐露了我的真心 我知道你们没有把我当什么朋友 我也知道我是跑腿的 但是至少 至少我不希望我弟弟像我这样没出息 什么都做不了的废物哥哥一样度过每一天 如果妈妈知道弟弟天天被打 她肯定会很伤心 我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就这样我把所有事情说了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们也有长期让我跑腿的愧疚感 突然非常严肃的问道 他们在哪 这个我也不知道 石爸 你弟弟学校叫什么 我站抖着说出了学校名 没想到他们真的去处理了弟弟的事情 第二天从学校回到家后 弟弟非常开心的跟我说 哥 你真的太棒了 我装傻的问道 怎么了 哥 你的朋友昨天让他们都占一排 像对我做的一样收拾了他们 后来才知道弟弟还被抢了钱 那笔钱也都让他们还给了弟弟 他们说以后不会再动弟弟 被扯坏的校服费也赔偿给了弟弟 又真心的向弟弟道了钱 听到这些后 我打从心里决定 直到我高中毕业 我都要对他们忠心耿耿 而在这件事情之后 弟弟直到现在 还把我当作是他的英雄 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 这件事是我活这么多年 做过的最对最棒的事情 还有在那个事件之后 混混们也开始对我很温和 他们对我说 不允许你们两兄弟 被除了我们以外的人欺负 如果再有那种事情 一定要跟我们说 我也为了报答他们 整个沟中 都毫无怨言地 帮他们跑腿买面包 真的是善良的垃圾们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说奴婢也是要做大官的奴婢 真的有点混乱 但是哥哥确实是为了弟弟尽力了 看来只是跑腿买面包 并没有被抢钱或者是被打 我在中学的时候 也有过差不多的经验 他们的跑腿被别班打了 所以他们就去打了那一半 那些混混不是善良 也不能被称赞 只是多了一个被欺负的对象而已 不过这位哥哥 真的是很坚强的人 所以对于巴林我的同学救了我弟弟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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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